60年前他是抗日名将,60年后他资产超过150亿,何鸿见了他也得下跪。 张学良在东北最风光时,身边有四大保镖,唐海、江华南、刘多泉、何世里,每个人都是几具传奇的人物,今天第一个要说的,就是何世里,其人生经历比张学良还要传奇。 何世里,1906年出生在香港大富豪的家庭,父亲是香港第一代首富何东爵士,其家族堪称英属香港时期的第一望族。 澳门赌王何鸿的大名大家肯定都不陌生,何世里就是他的叔叔,按照家族规矩,何鸿见了何世里都得下跪。 在他九岁那年,香港总督前来拜访他的父亲,看到气宇非凡的何世里,问他是否愿意加入英国国籍,何世里却说出了令人惊讶的话,我是中国人,这很好。 言语之间充满了自豪,何世里在19岁时,考上了英国皇家军事学院,第二年,一心想从容报国的他又考取了法国布鲁尔炮兵学校继续深造。 1930年,回国后的何世里,放弃安逸的生活来到东北,到了张学良官邸告诉他自己一片赤子之心。 张学良官邸见他英气逼人,再加上他几年外国军校的学历和经验,想安排他为上校军衔的炮兵参谋长,但何世里表示自己要从基层开始干起。 看到何世里态度坚决,张学良无奈让他做了自己的位队长。 值得一提的是,918事变当天晚上,何世里就在张学良的身边,亲眼目睹了张学良对于事变的复杂态度,和事变后张学良的痛苦心理,因此,在这个从小在西方长大的混血儿心里,逐渐收腾起了对日本人的仇恨,和对祖国痛彻心扉的热爱。 西安事变后,作为张学良的心腹,何世里也被解除了军职。 但因为他特殊的家庭背景,连孙中山、蒋介石都曾受过何东的资助,因此蒋介石也没有对何世里怎么样,而是让他去主持经济。 然而,就在这个时候,七七事变爆发了。 六年前那一幕重新回到了何世里的脑海中,于是,何世里向蒋介石毛岁自建,强烈请求重新入伍,上阵杀敌。 没多久,他就收到第三战区司令薛岳将军的邀请信,请他去晚南屯西出任炮兵长官。 何世里连父母都没辞别,收拾行李北上。 后来他跟随薛岳将军重创日军,创造了举世闻名的万家岭大捷,第一次做到全歼日军的战绩。 日本投降前夕,何世里已经是后勤部中将副司令军衔,负责和盟军联络,接收盟军提供抗日物资,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抗日前线的部队,解决了前线官兵的后顾之忧。 1949年,何世里随战败的国民党政府退到台湾,历任国防部常务次长,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等职,官至二级上将,位高权重。 1956年,何世里在香港去世,在遗嘱中,指定何世里为家族产业的继承人。 从此,何世里辞别了蒋介石,脱下军装,回到了香港专心经营和管理自己的家族企业。 到1998年他去世时,何世家族总资产已达到150亿以上。 1998年7月26日,何世里老人在香港的寓所里穿住整旗,端坐于以上明目而逝。 作为一个爱国者,他为抗日战争,为祖国做出的贡献将铭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